姐姐们的友谊 孟佳选择队员 蓝莹莹玩手机 基于眼神回避 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经验 现在的姐姐们都知道了游戏规则 只有劲爆的舞蹈和欢快的歌曲 才能够获得观众的喜爱 而作为队长的孟佳 只能选择剩下的花样年华 在选择队员的阶段 由队长先进行选择 被选择的姐姐有一票否决的权利 轮到孟佳的时候 所有的姐姐好像都不太关心 孟佳心里非常的清楚 并不是讨厌这个人 而是不喜欢这首歌曲 队长在选择队员的时候 没有人选择 而队员在选择队长的时候 也没有人选择 还记得在第二次公演选择队员时 蓝莹莹当选队长 而白冰则一直期待 对方能够选自己 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蓝莹莹最后选择了吴欣 而没有选择白冰 每一位姐姐都不想淘汰 也不想放弃成团 因此只能选择较为强势的歌曲 从而放弃了孟佳的歌曲 姐姐们之间的友谊 相比比赛而言 还是微不足道 不知大家怎样看待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